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这种眼神啊 直接从侧面扫到了我的眼睛里 她根本就没有正眼看过 张秦兴 走吧 好 李老师 你觉得斯文佳学得怎么样 学得有点不矜持 精彩节目马上呈现 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年呢 雪花飘落 梅花开枝头 那一年呢 花前翅膀 留下太多愁 不要说谁是谁非 感情做愚怼 只想梦里 与你一起 再次一回 金铁柴 鱼桑 都是你给我的礼物 你上与其几番人文 为你歌舞 金铁柔 鲜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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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鲜柔 鲜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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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鲜柔 鲜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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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简 ever 开构还映岩 鲜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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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愚悚 否则 谁都浴泪 Mind阿赛 塞塞 金鲜柔 我爱 同时多恶爱 金杰柴 鱼与扫头 是你给我的礼物 一上一曲 紧一翻而为 为你歌舞 剑门棍 是你对我 深陷的思念 包围过香 愿为真爱 混合红颜 爱恨 留在一瞬间 最悲醉 至今 何年 爱恨 不怕 断去 破绝 剧花 在冬 明天 与其无爱心痛哀 谁在世我怀 光归的阳怀 只花在高音明月 与其无爱心痛哀 只花在世我怀 光归的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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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光音的歌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的嘉宾呢 就是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 国家一级演员李玉刚 李玉刚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一个曾经浪迹中国南北城市 娱乐场所的歌手 历经十年的辛苦打拼 终于在2016年 凭借除神入化的反串表演 在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上 一炮而红 今晚李玉刚将华丽登场 做客光音的歌 欢迎李玉刚老师 在这里要特别值得这个规见一下 这一次咱们李玉刚呢 将会是在5月29号 来到咱们的上海大舞台 去开他的全球演歌会 这个名字也是非常的好听 名字叫做 净花水月 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 把你请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待会要好好地来聊一聊 你的这个世界巡演啊 但是今天你是来到我们上海 我想我们应该先聊一聊 你跟我们上海的一些情缘 是啊 而且我也知道 您之前是在上海世博会 作为在上海这个 宝钢大舞台 北京桌的活动当中 还是担当重要的嘉宾啊 其实能够参与到世博会当中 能够我们说一说 您的一些感想呢 其实挺高兴的 上海世博会 不仅是中国的大事 也是国际的大事 所以有机会 很荣幸能够参与 我也感觉是在我的艺术生涯之中 也是浓墨 正彩的一笔 在现场不会给上海的观众朋友 用上海话来打打招呼吗 我还真的没有学 真的啊 那我来教一下 你教他好不好 你听他说完了之后 觉得这简直就是 互语和粤语的结合 我也来教你一句好不好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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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他刚刚说的就是这个 其实标准的字 我爱你 你看他的颜色 我爱你 对对着那边 你的更斯文说吧 我爱你 深情病悶啊 如果要一首歌来形容 你脑海中的上海 会是哪一首歌呢 大家都知道 那肯定是 越上海 越上海 云市的独野城 花灯起 车上香 不生平 哎呦 厉害了 好重听啊 那当然呢 今天李玉刚老师做客 我们光音的歌 我们一定要来好好的聊一聊 他即将上演的这一台演歌会了 继人民大会堂首场演出成功举办之后 2010年5月29日 李玉刚 净花水月全球演歌会将登陆上海大舞台 演歌会中会有怎样的精彩亮点呢 有一张通过三个巡演之最 面临一一呈现 第一罪呢 就是最别致的一个演出的名字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净花水月演歌会 不是演唱会 也不是音乐会 为什么会是演歌会呢 整个的演出中 我会有很多很多扮演古代的各种女性的艺术形象 在扮演这样的形象的时候 歌和舞的比重都非常非常大 还有表演 所以呢 可能比如说我曾经去过西尼歌剧院 在那之前宋祖英老师也去过 他就叫音乐会 因为他的碗里一穿后面大乐队 他只是拿着麦克在那里唱 那我那个就叫音乐会 那对于我来讲 有演 有表演 有歌声 有很多舞台的形象 所以呢 我感觉叫演歌会 比较贴极的一种表演形式啊 那这一次来到咱们上海 招招这个演歌会和之前有没有什么区别 那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刚才我在西尼歌剧院的那个演唱会 叫做盛世霓裳 就会给人一种感觉 哎呀气势好大 好磅礴 但是相反 像比如说在上海的这台演歌会叫 静花水月 不是张扬的 我感觉是往里走的 起这个名字的时候 是来源于猜根台里面 有一句词 跟我特别特别的铁切 就要听静夜之钟声 唤醒梦中之梦 观成坛之乐影 窥见身外之身 梦中之梦 身外之身 可能就是我在舞台上塑造的这种形象 金花水月演歌会 是李宇刚对自己旅行技术的一次美学梳理 无论鱼姬王昭君 还是杜丽娘杨贵妃 李宇刚都将重新传释 他们的伤情与悲逆 婉约与华贵 那么演歌会第二之罪又是什么呢 最有创意的 最别致的一个演歌会的海豹 不是你一个人表演吗 演歌上面有两个人 这是生活中的我 这可能是我 舞台上的你 所以我在看它 我觉得你这个舞台上的你的这个造型啊 还有一点现代感 你看它的这个妆容啊 甚至有一点现在所谓的这个烟熏妆啊 很时髦的妆容啊 对现在在镜头上显现出来 还稍微的清淡一点 当这个妆面画出来要比这个还要浓 嗯 画的的确就是那种正正宗的演讯妆 当时真的是有一种雷雷嘎嘎 雷到你擠了吗 雷到了 为什么呀 因为当时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啊 身边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 我在舞台上是那种淡淡的粉色的演影 然后扮演了很多清纯的那样的女性的艺术形象 包括黛玉啊 鱼姬啊 嗯 然后我已经把妆面画好了 他们每个人进去之后进去 一扭头就走了 啊 我自己心里面也也没有提 的确是我当时看到镜子里面的我 都是一种颠覆 嗯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 在整个这个演歌会当中呢 你会扮演四个中国古代 非常经典的古代美女 有鱼姬啊 王昭君啊 呃 杨贵妃啊 嗯 哎呦 这个扮演的竟是美女 是啊 既然今天来到了现场 我们就要抓住这这么好的机会 嗯 在现场给我们来表演一下 这个古代美女 他们如果看到了 他们心中中意的这个郎君的时候 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对 怎样的一种反应 比如说有一句唱词 大家都非常熟悉 就是看待王在帐中 何以说人 可能可能他会这样 看待王 在帐中 在帐中 哎呦 简直是太棒了 她的这种眼神啊 直接从侧面扫到了我的眼睛里 她根本就没有正眼看过 是那就是古代美女的一种 你只是一个摆设 欲言又直欲看又不能的 那种状态 但如果我们是现代女孩 像斯文嘉 如果见到终于的郎君会是 现在这个社会 大家都知道一个现实 就是男女 严重的不平均 是 这么多圣女 如果我看到男生 张欺欺 走吧 刚才啊 你就是那样来跟我一见钟情 我告诉你 我就断情绝情了 天哪 简直就没有办法去吸引我们这样的男生 所以还是余姬比较让你中意 对吗 是是是 我觉得这样好不好 李玉光老师 今天你看咱们的斯文嘉长得那么漂亮 他不太会一见钟情 一定要教一教他 教一下 就是天长不太够 所以要后天来求教一下 能不能来教我 比如说这样的 别人给你眼见他了 你知道吗 肯定不能去看他 慢慢地走过去 就想看又不敢看 只能看脚趾尖 看见那眼神 那脖子就是不能动 斯文嘉 你有一些煞风景呢 没有没有 我刚刚只是在学习的一个过程 所以老师 要在你面前表演了吗 对表演一下 是是是 学到几分下 我要很入戏 我是你喜欢的一个男生 好不好 那还蛮难入戏 真的 你好像说你笑不用齿 好 李老师 你觉得斯文嘉学的怎么样 学的有点不矜持 不还不矜持 不是我已经很矜持了 比如说要给你 比如说可能要嫁过去了 肯定父母说的要嫁 反正一样都要嫁过去了 还这么矜持干嘛呢 心里高兴也不能表现出来 这个太高兴了 非常含蓄 刚才咱们李玉刚老师 对不对 这个诠释了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些美女 但是在咱们这个中国古代的很多名著当中啊 也有很多的美女 是 我相信李玉刚老师应该是这个非常了解了 对 也有自己非常钟情的 有没有你自己最终意的一个美女的形象 美女的形象都在《红楼梦》里面最多了 是吗 没那么多 金灵十二猜 对啊 对对对 十二个你都喜欢 那里面我还是比较喜欢林黛玉 比较喜欢林黛玉 对对对 为什么 她是属于那种很真实 她是最真实的人 真实吗 对 她是把自己的爱恨情仇全表现出来 那李玉老师 你生活中如果找女朋友的话 会不会参照这个林黛玉的这个形象去找呢 哎呀 有的时候会这么想 但是现实和生活 现实生活中 往往都不会按照人自己的这个意愿 是吗 就看跟上海女孩有没有缘吧 好吧 看出来了 这个李玉刚的确是非常钟爱 林黛玉 那这样吧 既然是这样 你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用你最擅长的来表达一下 你对她的爱慕怎么样 好 好 唱一首歌 正好我有一个铁杆钢丝 是上海的 他的网上的名字就叫做 最爱网宁梅 哇 那是不是就给我们来 让我们来一宝耳福听一下 李玉刚给我们演唱网宁梅 好的 欢迎 李玉刚是无人写的 李玉刚是美与无心 李玉刚是美与无心 李玉 being与世 小月子 女人 啊 啊 啊 一个万福寂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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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空老千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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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西水中原 一个 世界中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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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爱穿 曾经的秋的光景 从未飘到下 这次进花水月演歌会 除了舞台风格 蓄势方式和表达手法的创新 演出还将以跨界形式 强调文化间超越时空的对话 以传统戏曲美学为原则 明年表达诗意的境界 景华水月可以说是 李玉刚新艺术定位的开篇之作 那么他此次巡演的第三宗罪是什么呢 第三宗罪啊 就是如梦如幻的演歌会 听说这个舞台也好 服装也好 都相当的华丽 是不是 其实在整台的这种演歌会 是按照一个非常好看的 一个艺术作品来做的 里面我会扮演了几个形象 但是呢 从一个梦开始 原来插死烟红开变 似这般都负一段 颈腿圆 然后之后呢 就会有非常好看的造型 衣服 然后呢 还有我扮演的几个 我心目中最喜欢的那样的形象 包括刚才说的鱼姬 包括 王昭君 包括 杨贵妃 同时里面还有一个形象 是一个古代侍女的形象 然后我还有一套服装 我自己感觉挺漂亮的 唱了春江花月夜 之前看到你的演出 这些衣服都非常的华丽 而且设计师也是为很多大牌 都制作过服装的 来跟我描述一下 你觉得在这一次上海战 为我们带来表演中 最华丽的一套衣服 或者你最钟情的这一套衣服 大概都是一个怎么样的设计 最华丽的还是贵妃的那一套 是什么样子的 贵妃有钱 有的 那除了最贵的服装之外 还没有一些其他的 因为我听说好像有些服装 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来制作 对 什么制作最长中期的 什么占地面积最大的 然后这个裙摆最长的 面料最昂贵的 就是有好多贵 这么多套啊 对 都在我们的这个李老师身上 厉害吧 他刚才说的就一套 就一套 还是那一套 也就是这一套衣服 就各种罪 对吧 对 是什么面色的 其实是层底 然后呢 全部都是手绣的 牡丹花和那种 云文的那样的图案 那如果全是手绣的话 他需要花多长时间来制作呀 这个服装 其实没有我这个演歌会之前 我就已经做这套服装了 一直背着呢 耗时多久啊 就是那套服装耗时多久 我大概半年多之前 他们就开始给我绣啊 就开始 有多少个工人来给你绣这个服装 大概有四十多个吧 四十个人 他们是同时来 一条裙子 是 大手笔 大手笔 因为整个的这种 在裙子上那种花样 图样 连一个街头都没有 这么精致 那它有多重呢 大概有二十多斤吧 二十多斤 因为一刷二十多斤 还有一个头是大概 整个也得有 真的很重 四五十斤不过分 所以前一段 在人民大会堂的演歌会的时候 然后一开始我排练的时候 声音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一到舞台演出的时候 然后会有人提出 李玉刚怎么有个地方 声音那么陡呢 很压的 我确实用在那 我真的是很压的 他们不知道身上的负重 有什么 很重很重 正如李玉刚所说的那样 贵妃最久的华服和头饰 重达四五十斤 如此负重 又要展示她的标志性唱腔 和优美身段 实属对唯美艺术的极致追求 此次进化水月演歌会的服装 造价一百万 其中由于身披白酬的王昭君 和一身华丽的杨贵妃 最为引人注目 然而早在成名之前 李玉刚却完全没有充裕的资金 制作一件如此昂贵的演出服 为了节省演出费用 李玉刚只能自己亲手制作服装 没有成名之前 肯定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消费 所以就自己去学 然后到图书馆去查 唐宋袁明清的所有的服装的这些图案 然后自己去面料市场 买面料 然后自己画画 就这样的来给自己设计和制作衣服 那我相信这些衣服当中呢 都一定是有咱们李玉刚 你的这个汗水和泪水 都是一个心血 自己大概给自己做过多少套服装 有算过吗 也得有一百多套吧 为了服装又重新租了一套房子 有面全是放服装 你所有的服装 那个房间里现在大概有多少套衣服啊 大概也有 那所有的服装都在那里放着 谢谢李老师啊 我们这个做了一次节目 就是朋友了对吧 这个以后我要是上台能往你那借几套穿穿吗 没问题 纵观镜花水月演歌会 从演唱曲目上来看 这次以汉妇唐诗词名传奇为脉络 在古琴琵琶 萧迪昆曲的营绕中 展现出一副华丽而庄重 优雅而别致的中国水墨画卷 然而有这样一首极具时尚元素的 现代流行歌曲 菊花台也被李玉刚列入了演歌会的曲目当中 这首周杰伦的经典曲目 曾被无数歌手多次翻唱 却从来有女声翻唱的版本 此次李玉刚大胆运用女声的全心演绎 堪称其在艺术道路上的又一次创新 接下来在节目现场 李玉刚将再次为您演唱 您熟悉却又陌生的菊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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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苓悉却又陌生的菊花台 您熟悉却又陌生的菊花台 Princip Fenie 不可选却又陌生的菊花台 夜太长 您熟悉却又用枝海 路上并接成了 Moses 被风吹乱 梦在远方 化成一粒香 随风凋散你的模样 几花盘满地上 你的笑容已风光 花落人断肠 我心事静静躺 被风乱也悲恙 你的影子却不断 徒留我孤单 在湖面成霜 我心事静静静静静静静 凋谢的石道上 命运不堪 筹磨独江 秋心拆两半 怕你伤不了 爱一辈子摇晃 谁的江山 马蹄声狂乱 我一身的容装 呼啸沧桑 天为为了 你轻声的谈 一夜朝长 如此美丸 与花灿满地上 你的笑容已风光 花落人断肠 我心事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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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我落人断肠 我心事静静躺 北风暖夜明映 你对自己不当 偷留我过奔在湖面晨说 我曾经把自己的名字改名叫李宗光 其实就是希望叫能够光宗耀宗 接下来李宇刚将为你讲述成名之前的心酸方式 节目精彩 马上回来 舞台上的李宇刚光彩四射 风华绝代 舞台下的他文文尔雅 谦逊有礼 可你是否知道他的过去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有关李宇刚的三个人生之罪 来走进成名前的他 好 那第一宗罪呢 那就是最漫长的草台学艺 我是96年出道 一晃十几年了 那个时候才多大呀 那个时候十八九岁 就从家走出来 从小到大我是从吉林省最低的一个自然行政村长大 所以呢跟着我爸爸妈妈在农村的那个地方 然后卖东西啊什么 当自己选择没有去念大学的时候 没有怪任何人 只是想可能不给家里太多的拖累 外面的天空可能更适合我分享 我小的时候挺喜欢唱歌的 但是家里一直都打击我反对我 为什么呢 就家里认为因为13岁 我的父母就给我送到城里念书去 当时我们家已经做了很大的决定 希望我们老李家能够出一个大学生 光宗耀祖 就是不允许我唱歌 有五六年的时间我听到歌都躲 生怕对不起父母 那一段时间是与歌无缘的 当我闯社会的时候 我也没有选择 我说我要去唱歌 这个梦已经破碎了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长大了 我已经能够分清什么是梦 什么是现实了 那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机缘巧合 让你又回到了这个舞台上呢 那后来我在我们长春 然后呢就打工了 那个时候年纪也小就打工 就在那样的一个歌舞餐厅里面打工 打工了之后 我们那个歌舞餐厅啊 我是服务生嘛当时 突然看到有一方小小的舞台 舞台上就会有一个小巧的乐队 然后也有几个这样的歌手在上面唱 当我在底下的时候听到台上 唱了很多熟悉的旋律的时候 哇我一下子就感觉那是属于我的 可能将来都是属于我的 一下子磕开了一扇门 唱着唱着我们还能理解啊 怎么会走上反串之路的呢 一开始也没有 一开始我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普通的这样的男歌手 然后后来去了西安 唱了一首当时比较流行的一首名歌 叫《为了谁》 从此踏上歌坛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是和一个女歌手一起合唱这首《为了谁》 就是我是吗 假装就是你 然后呢前面是一个踢行台 然后两边都是台口 我要和女歌手她从那边来 我从这边来 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 我就自己就这样上台 上台要跟她牵手 每天演出都是这样 没事来吧 每天演出都是这样 醒个礼 然后开始唱《为了谁》 你一句我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 然后呢 那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突然那天都准备好了 音乐也响起来了 我就自己这样上台了 我还准备跟拉手呢 没人 我又看了一看 这边台口还是没人 那也不能让整个舞台这样的空场 然后就自己走上前了 就这样的 男生男女生对上 我一个人来完成 就是当机立段 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及时的反应 男生女生就你自己来了 对 当时其实还有一点 我一点思想压力都没有 我不能让那几句空下来 所以我就自己没有压力 总之我是旧场 所以到轻松的时候 倒容易有操场 哎呦 厉害 那现在是不是很轻松 我感觉 还好吧 要不发挥一下 你把过满过满过腿 还是先退一杯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为了谁 为了谁 为了求你收获 为了转回大眼归 可以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 厉害厉害 所以那一天之后 那个女的就被fired 是 她就直接被辞职了 是 当时是这样的 因为老板 当时很希望我站在舞台上 能够这样唱 后来他就跟我说说 我可以给你加一些钱 你就可以在舞台上这样的 每天这样的唱一首 所以幸好幸好 没有跟你一起搭档主持 要不然明天我就不见了 你就一个人可以 一会儿做女主持 一会儿做男主持 我今天特别有一个问题 想问李玉刚啊 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东北人 东北汉子 但是在舞台上 演一个柔弱的女子 会不会有一种 不能接 在最开始的时候 会有一种感觉别扭 不能接受 一开始男唱女生还好 后来之后 我的京剧老师让我男扮女装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 迈不过去那个坎儿 就那种感觉 但是老师一直 他希望是这样 老师五十多岁了 他是京剧的这样的一个专家 一个算是西安 因为在西安嘛 就好像他看到我 要延续他一个梦一样 老师就说 为什么当时 一开始就怂恿 后来就支持 后来就是全力支持我 能够男扮女装 就是他一个梦的延续 没有想到一个梦 会做得这么大 怎么圆 做得这么好 但是我听说 刚开始扮女装的时候 你不接受 而且特别是化妆 你实在是接受不了 这么一个在你脸上 抹东西的一个事实 是吗 不仅我不接受 当时化妆技术也不好 化得也很难看 眼皮要很红很红 所以就那个装面 在我们当时的演艺场所 就格格不入 他们就不是非常喜欢 后来我就 再也没有男扮女装过 那我们跑场 我又来到了东北 另外一个城市 叫拔鱼圈 是一个小城市 然后在那里唱歌 也特别不顺 别人都感觉 我没有什么特色 我可能被下课了的感觉 赚钱也很少 吃穿也感觉很有问题 突然来了 来了模特在这里表演 来了大概是十来个的模特 后来老板说的 这是李玉章 曾经还男扮女装过 这样的演出 可能你们来 他就走了 突然那个队长就说 你还会男扮女装的 我说我会有曾经这样的 他说我给你化妆 然后你可不可以 跟我们模特一起演出 因为当时我还能唱几首那样的 当时我记得 我是唱什么歌呢 当时是唱 妹妹找歌 泪花流 想听一下吗 就打动那个 当然 来 有请 不见个哥哥心有愁 不见哥哥心有愁 心有愁 黄春双眼盘几日 花开花落几春秋 花开花开花落几春秋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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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了 我跟你讲 聊了这么多的往事 我发现在你这一路走过来 的确真的是还蛮幸运的 有很多良师益友 很多好朋友 在关键的时候帮了你一把 那就让你觉得愧对的人 有没有 愧对的人 那还是家里人吧 父母 你十八九岁离开了他们之后 你所经历的这些事情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反应 其实真正我离开他们 我十三岁就离开家了 就真正的离开父母 刚才讲过 他们为了完成他们的一个心愿 把我送到城市里面去念书 来给我拿钱供我 希望我能够是一个大学生 但是没有让他们的愿望实现 也是一直在民间摸爬滚打十年的 一直心里的纠结 我曾经把自己的名字改名叫李宗光 其实就是希望叫能够光中药筒 但后来的一段时间 没有让父母过上好的日子 一直都不敢面对自己和面对家人 但是有一条 在特别逆境的时候 都一直咬牙坚持过来 而且我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反串的行业 也没有跟家里人提及过 那一直到什么时候他们是知道了 直到06年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之后 瞒不住了 直里抱不住火 是是是 他们的反应如何 我就给家里打个电话一开始 我说爸爸妈妈 我要上央视的一个比赛的栏目 叫星光大道 我没有跟他们讲我是怎么演出 他们不相信说 啊 我上星光大道 你行吗 你会唱歌吗 你都表演什么呀 就问这个 他们认为不管我表演什么 就说能够上去就已经 哎我这儿子怎么这么厉害呢 突然之间就这样 是 那后来在星光大道 其实我第一关 唱的歌还跟上海有关系 上海滩 对 然后 就就 哎呀 化妆化得像猛张飞一样 然后上海就走 虎头虎脑的 我现在看起来当时的那个视频资料 都感觉很可笑 很稚嫩 现在穿的有点上海滩 许文强的意思 给我们现场哼两句 我就还原一下当时参赛 第一关上海滩 上去有什么 黄斑 黄楼 满泪偷偷 刚随 满巴腰 头单 李玉刚在2006年 星光大道上 一首上海滩的精彩影音 让他所有的亲朋好友 大眉惊喜 接下来的第二关演出 李玉刚的反串表演 就让家人动感恶然 合格不入的女装造型 引起了众人的卫议 李玉刚的父母对如此情形 毅然站在李玉刚背后 默默支持着他 可以说李玉刚的成名之路 是充满机遇的 然而走红之后 与电影《梅兰芳的诗之交臂》 也不是为他人生当中最遗憾的事 如今当他再次回首 当年与陈凯歌的一面之缘 又是怎样的感受呢 诗之交臂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我还是挺高兴的 我现在想 还记得当时你们面试时候的一些情景吗 因为我要赶飞机 后来呢一个副导演 然后把我带到凯歌老师的那个住处 然后还有陈红 我们就在一起聊 大概聊了很长时间 聊得很开心 只见了那一面 我都记得聊得很开心 飞机已经来不及了 别人在叮嘱我的时候 我们还在滔滔不绝的这样的了解 当时还让我唱了一段 莫归英挂帅 唱得很不正宗 我当时感觉很好 现在想当时唱得很不正宗 但是陈导 凯歌导演当时很开心 但是我们都知道 赛温诗马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当时没有演 没有演啊 我真的是挺幸运的 希望真的从最低的做起 真的会演了 也许会演好 也许会演不好 是是是 你的人生道路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但如果说起点那么高 将来有天摔下来的时候 会很惨 赛温诗马 演之飞福 虽然当年错失了参演电影 梅兰芳的机会 但是却激励了李玉刚 理智探索一条 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 这会许是革命性的 亦会招致很多非议 但从小 终究的剧强性格 让李玉刚 坚信自己的选择 谢谢谢谢 谢谢李玉刚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让我们在现场 欣赏到你这么出色的 精彩的演出 也预祝你 5月29日 在上海的这个 净花水月的演歌会 也会大获成功 也再次感谢您 做客我们光阴的歌 是的 那接下来呢 咱们的李玉刚 将会给我们光阴的歌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送上他的最后一首歌曲 老歌 叫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那在美妙的歌声当中 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再见 下周同一首歌曲 下周同一首歌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山下周通歌的歌声 日有风儿再轻轻唱 夜色多么好 夜色多么好 心儿多爽烂 在这迷远的往上 长夜快过去天色茫茫凉 钟情祝福你好姑娘 大远从今后你我永不忘 巴斯科郊外的往上 大远从今后你我永不忘 巴斯科郊外的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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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不及我 你我容不及我 巴斯科郊外的外道 爱人冲击好 你我拥抱 巴斯科郊外的外道 巴斯科郊外的外道 巴斯科郊外的外道